大家好,今天是2020年9月29日,星期二早上,早盘 今天我先回答一下在论坛里面给我留言的两位 非常对不起,我可能有时候发了后在论坛里面 我不是很及时就看了那些悄悄化合的信息 这有一位朋友他讲问了一下关于那个 因为他说他是新做股票的,刚刚开始学做股票的 所以他可能投了不少钱在特斯拉和ZM 这两个股票当然是当今的热门股票 新手刚上来的很容易投投这两个股票里面去 这很容易的事情 我跟他回了一下,我说你刚开始做就碰到这么难题了 这也是要经历的 实际上经历的越早了,过了这段经历后就进步更快了 但是又是刚开始做的人做这个股票确实有点为难 因为特斯拉我跟大家讲了很多了已经 因为看我视频的人也知道特斯拉 特斯拉的情况,我总是住着两个鬼 一个是喜欢他,喜欢他不得了 一个是恨他,恨得要死 恨的人我已经讲了几次了 每次要恨的人跳出来的时候,我也恨 我恨得也恨的人,我马上就说一下 特斯拉我是很喜欢这个股票 而且这个科技的发展是不可阻挡的 绝对没有人能阻挡了他的 当然他不可能任何一个股票,股票的性质 所以说我说他为难他就是因为任何股票 他都会有调整的,不会涨,不会老涨,涨不停地涨的 就是说你在做股票,新手,特别是新手在做股票 你什么时候进去是很重要的 甚至很多媒体里面,有些媒体里面他们也讲 你应该在什么时候开仓,什么时候买入 告诉你一些价格,当然他们都是甚至考虑了的 可能是研究了的,那一价可以做你的参考 当然你自己要看懂他,他为什么要说 为什么要说在那个价位开仓 有的人呢,好比说我就跟大家讲 就是你,我就跟大家推荐啊,我说你10月份 你可以买一个,买一个股票啊,买什么呢 好嘛,NIO啊,这就是我喜欢的 他15块钱啊,你可以开仓 那你可能要访问,他能不能到15块钱 对不对,我说10月份和11月份 有可能疫情啊,什么很严重啊 或者等等等等的情况 他就破了15块钱 他这个提议是很保守的 就是很多人呢 就是我呢,因为不习惯于这种提示 但是呢,我相信他 他一讲他面对着上万的粉丝在看的时候 他这个提示是很保守的 他有他的一定的道理,对不对 那我的提议的用户 我呢都是曾经跟我在一起的一些朋友 那我告诉他别人去笑我 你他忽视了,那不到了我买什么呢 那你还不过说苹果他10块钱 说我们买了开仓,那是最安全的 对不对,这个就是说 呃,不一样,目的不一样啊 我呢,大家说,就算我上回跟大家说的那个 特斯拉,对不对,我看到是前两个视频的 我说在350,过350可以,左右可以买了 那有人就350就买了 他就赚钱了,很高兴 因为我都经常见面的 大家一看,哇,他真的啊,为什么350 我也讲了,后来讲道理了 为什么我定他是350是可以 而且,破300是不可能的 所以我跟大家讲 我也可以跟大家讲,你300可以买 实际上我也讲了一句 你300可以买特斯拉,对不对 300可以买特斯拉,你买吧 你买不了,对不对 我也说了,你有可能买不了 当然有了,你当然可以买了 就像苹果一样,对不对 你这样的苹果再跌回 多少多少啊,50,60,40,你买 他都没有说头啊 因为毕竟要看看他的技术情况 所以这位朋友呢 他我不知道他是在买特斯拉 是哪个点我买的 应该看来这两天的反弹 这两天的上涨 应该他是没亏损的 我就担心,因为钱头多了嘛 对不对 如果我觉得他钱很多头的里面呢 就不多无所谓啊 不多你无所谓 头多的话,我是觉得 涨的话,如果今天涨了 就适当的,可以减点棒啊 不要全满啊 不要手上没钱 在十月份,十一月份 这个年底 不能手上没有钱 这也是跟大家都说一句啊 跟大家都说 大家费点钱啊 就我以前跟大家研究一个 用数学啊 模型做了一个算式的 大家看过都知道 就是说 呃 赢的人都是有钱的 对不对 不管是在这个 因为经济是起伏的啊 股票也是一个拨蛋一个拨蛋的 对不对 但是赢的是哪些人呢 赢的人就是他钱的 就像赌场一样啊 赌场他为什么赢 他就跟你上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的剩下啊 就不说他抽 赚你百分之六十啊 他只要百分之五十 你还是输 为什么你钱不够他玩 嗯 你你先你先死啊 就是一句话 就是你先死了啊 你没有呃 机会都不给你啊 这这就是计算的 这数学是很准确的啊 呃 在这里呢 我就讲一下 就是说一个是特斯拉啊 我想这呃 特斯拉是个很好的股票啊 减棒也不代表说这个股票不好 对不对 你可以调整一下 就是说呃 因为这个情况呢 在十月份和十一月份 呃不确定因素太多啊 我也跟大家研究了啊 我也跟大家讲过了啊 为什么十月份十一月份啊 呃 特别是在进险 进险呢 呃 就是说 如果是拜登上去了 和川普那样上 呃 谁上去了 股票涨了 还是会涨的 今天我要看一篇文章 等下跟大家介绍一下 呃 上涨上涨 我一直的观念就是股票啊 在明年它还是有一个波段 这个波段还是蛮长的啊 这是我一直来的观点 我一直给大家说 对吧 而且在外面有很多的唱衰啊 有人 呃有的是哪君子回归啊 这讲的很残忍啊 就是到了38年37年那个 呃 古是大灾情况到了哈 完全一样它copy都copy上去 我当时也是很生气 很紧追的我就发了一个呃 一个帖啊 呃 在论坛里面发了一个帖 因为因为这个这个 我是认为你看啊 我们这样想我是现在此一时 非彼一时对不对 呃 因为现在此时非彼时嘛 对不对 现在是什么情况 现在是哪一年了 对吧 而且现在的科技发展是很大的 因为我就觉得早年了 邓小平说了一句话 就是科学也是生产力 嗯 可能很多人那个时候体会不到啊 由于他是为了政治目的啊 邓小平讲了那么一句话 我想这句话也不至于来与他 他他贼力讲的 不一定是他想出来的 肯定是有哪一位经济学家 告诉他这个概念啊 就是科学力 科学就是生产力啊 而现在我们体会很深 对不对 你看这两年的科学生产力的发展 这么大 实际上离不开什么科学啊 科学技术 当然这个逻辑关系上 好像是有点不是牵强 但是他是很紧密相连的 对不对 很紧密相连的 科学发展 所以说我的意思就是 你现在人的啊 生产水平 如果有一定的通货膨胀的时候 这个生产效率很高的 对不对 他很快就把这个 这个过剩的啊 这个通货膨胀内容 一下子会给你抵消很多啊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很难的 在产生通货膨胀 是一个国家王国 对不对啊 特别是一个货币 大量的贬值被干掉 那有没有有过啊 那委内瑞拉啊 金巴布韦 对不对这个国家 大家回头想一想 这些国家 他有最缺的是什么 最缺的是 他们在货币上 跟美元的那个信誉上来讲 他不是很紧密挂钩的 这是第一啊 第二个呢 他们的生产力 是不够发展的 对不对 所以这两个 他在缺钱的时候 他又去印钱的时候 他没法弥补 他从外面来的信誉没有 没法弥补 直接没法弥补 对不对 而且呢 他自己的需求 他也没法弥补 因为钱多了 你需求就要大嘛 你他那个生产力就很低 很低下 他就没法 所以这两个国家他说 那所以像美国啊 像西欧啊 国家 现在这个疫情时期啊 发的这些钱啊 增加了这个货币 它会有一波 使得流于股市 使得股市情况很好 那我讲的这里 也顺便讲一下 就是在9月28号 《鬼会三报》 有一个 就是美国沃尔登商学院啊 这个教授 原来我也是知道的 杰里希格尔啊 他呢 就专门讲 我今天为什么要讲一讲 因为他讲的就是我原来 也讲的 对不对 我说那就是他就觉得很讲的 他说包括新冠病毒啊 刺激 措施带来的货币供应增加啊 当然疫情情况改善 他这疫情肯定要改善 对不对 只是持缓的问题 这样更更强劲的工人生产力 就是我刚才讲了 现在不光是强劲的生产力 而且生产力的能力是比 过去是比不了的啊 所以现在的经济学家啊 其实很多经济学家跟我这个观点 我跟他们的观点啊 他们都是大牌的 我跟他们的观点都是很相近的 我很同意他们的观点啊 就是说现在的经济实力啊 有一定的通货膨胀 不一定是坏事啊 因为货币紧收 那是很残忍的 因为他就会很快产因 那种连带的效应 对不对 我跟大家也讲过了啊 不用今天不啰嗦 不啰嗦 那呢他他认为啊 仅凭这些因素啊 他讲了仅凭这些因素 我认为这这这波流逝 可能会持续到明年 不管谁当总统 我们都期待着 2021年的好成绩啊 我今天就他讲到了 讲了很多了 有分析有多 我就不用讲了啊 呃 那现在男的那里呢 男的就是第二轮的钱还没到 对不对 我昨天跟大家讲了 第二轮的钱没到 呃 钱到了一定是个利好啊 所以不是说10月份 10月份没有利好 这个就是个利好啊 如果10月3号啊 总统很顺利的移交了 不管谁当总统 我觉得也是利好 不管是拜登 还是唐阿德啊 川普 都是个利好啊 对股市代表 我是这么认为 因为都是 因为稳定了嘛 对不对 呃这两党他也应该要谈解一下嘛 最起码呃 就总统就职说 也应该谈解一下啊 当然如果是 呃 毁票啊 什么有人分析的很残忍 那个 那个 那个确实是很讨厌啊 我不知道 我不知道 川普他他他他能这样做吗 我也不知道啊 但是现在确实说实在话 现在回头我们讲点 呃不好的情况就是什么呢 就是川普呢 是74岁了啊 那个 呃 拜登呢77个岁了啊 两个人啊 一个号称的是疯子 一个号称的是呆子 哎呀年龄又那么大啊 我觉得这两党的这个其他的党也要负很大的责任啊 当然这川普是不一样 他是手手手手雷的 民主党如果是挑 挑好了一个有才干的人的话 这回 剩下是非常大的 但是他觉得挑了拜登 一个77 这个错都不在拜登哪 啊我有时候看到人家在发一些视频呢 在上面讲一些视频 我心里很不舒服 一个77岁的老人呢 一个77 呃 他见忘一些东西很很正常 你有多少个呃 他要是说见忘一点点的话 他已经很优秀了 对不对 他如果说是呃 还有很多东西很清晰的话 那已经很优秀了啊 77 你看看你周边的77 77 你去找一个啊 你就问一下 你简单的问一下 你问他过去学什么 学数学好 我考了一个 3加4 4加4 捡5捡5捡7 你你告诉他答出来要多少 那他他答不出来 对不对 你跟他说一个电话号码 你过来你告诉我电话号码多少 他肯定也说不出来 77岁了啊 呃 当然现在人的书名长啊 这里长了也不行 所以说这个民主党太残忍了啊 我觉得是呃 呃 我倒是说应该善待啊 川普 希望川普也要善待拜登啊 呃这回的呃 呃便嫩的话 呃希望要友好一点啊 双方不要太太呛 因为都是一个74岁啊 一个77岁啊 我也希望拜登呢表现优秀一点啊 能清醒 大部分是清醒的 对不对 那已经很优秀了啊 大部分清醒回答问题 呃川普呢 呃如果呢 他也像风这样 实际上呢 拜登呢 如果是很很低调的话啊 再加上主持人士偏向于拜登的话 呃可以煽动起川普的情绪啊 川普不能有情绪啊 我也是 川普一有情绪 他就是口口如显和啊 就是那个 就是滔滔不绝的啊 他就很容易犯错啊 他经常 他的假话啊 他的 呃说到那呀 什么什么东西 都是来自于他很激动的时候他讲话 啊 你看到有时候很清晰的讲话 很清醒 对不对 但是你激动啊 这人都是了 74岁的 其实我们可以加一个 他不是疯子 他是降老头啊 降老头 很固执 对不对 我们爷爷过去见的爷爷都是这样的 对不对 他们都很固执的 这现在就是美国现在这样了啊 这两个人就是很头疼的一个人 这就是我附带讲的啊 不是讲政治啊 因为我们股票就是 哎呃我大家有个好消息啊 所以起码这个教授跟讲的跟我讲的 我跟他的观点是非常同意的啊 就是说 还是怎么样 有一步行业 所以大家不要慌 不要急啊 不要怕 暂时的有些的调整 我觉得也不是坏事啊 那波动是比较大一点啊 我就跟大家讲一讲 就是稳定一下情绪 对不对 所以这个几个朋友啊 那都是在我的那个论坛里面啊 我在论坛里面呢 当然呢 我那个微博里面啊 观众很多 对不对 当然你们可能都没有那个Gmail 大家记住啊 如果有Gmail最好还是在YouTube里面 我YouTube里面人不多 但是YouTube里面有个好处啊 我有时经常会打开看一看后台 也是YouTube里面的话呢 你一登上去我就知道了 一登上去我就知道了 是吧 尽管是有些话不变在里面 所以你可以告诉我 甚至是我在你的微博里面留言了啊 那我就回到微博去看 好不好 就是我希望你在那里面能够留言 能够参与 因为这个很 那个就是说要什么呢 可能要你注册一个Gmail啊 就是Gmail很容易啊 就是打开Gmail你自己注册 一个他他会问你一个 一个邮箱啊 就是一个邮箱 完了密码 你有了邮箱和密码 你在打开YouTube的时候 你不管是点赞 你还是订阅的时候 订阅或者发言的时候 他就像你登录 你登录就是用那个Gmail啊 用你那个邮箱的基本一登录 你就有了一个账户 你什么都可以做 这样的话我就反应快一点啊 有时候我太多了 有的还有那个 呃 那个什么推特上的啊 还有Forebots Forebots上 这上面也最好是 我把它统一起来啊 到一个地方去 到一个地方去呢 我经常要看的 我一点开始看就 就知道了啊 我就给大家讲一讲 特别是比较急的情况 所以我现在讲的就是 还是刚才讲那个Zo ZM呢 就是 他是一个网 那个服务公司啊 这个就是远见的服务公司 就是他建立一个平台 大家都在平台上 所以啊 好比说 你到平台要开会啊 你就用我的原体啊 什么 这个这个公司 当然是一个很有发展的公司 对不对 但是呢 是不是很快要继续发展呢 也也不一定啊 我反正也把他的蜡蜡图呢 也打开了 大家可以看一下他的蜡蜡图啊 他的蜡蜡图 那的图呢就是 最近的图形不是很好啊 不过我不知道这位朋友 他也是在哪里买的啊 因为最近的情况呃 显示的是 他是有熊市啊 转 阴转西级啊 他自己有这个熊市图啊 但是呢 他实际上有一个好的买点的话 如果你在 在在9月份 应该他有一个好的 买一点啊 这个短线的我讲的 我不知道你是哪一点买的 如果你要是以前听过我的话 你会在呃 他在做熊市在在9月份的时候 应该9月9号左右啊 9月9号左右有一个行情 呃是可以买的啊 呃9月9号就是有一个纳热图啊 那个是可以买的 所以那个时候买的话 就好像是在370块钱左右 如果是在370块钱左右 买的话 你现在也不用着急 对不对 只是说这两个仓位 你可以都减 减点仓位 减点仓位 如果是满仓位啊 不是满仓位 你还有钱的 就无所谓 但是你要是 稍稍的特斯拉是我 信足一点啊 信心足一点 呃 这个zoom呢 因为涨得太客观了啊 而且他的基本情况不是特别好啊 呃 他的quarter回报 呃 quarter的那个 呃 嗯 那个 那个earling day啊 earling day啊 他是December啊 就是11月4号啊 呃 不不 12月4号啊 这个是他的 所以说 这个还没conform的 这是第三季度的 所以他还有一段时间啊 报业绩 为什么我谈到这个报业绩 因为他的业绩的话 嗯 应该是在这个时候的业绩 就能体现去 他今后能不能承受这个480 488 480左右的股票的价值啊 所以他的PE 我没仔细看啊 他的PE 我再看看PE 他的PE 他的PE 应该是到了 五六百了 应该是啊 应该有的 因为他 他的赚钱就那个 呃 以前赚的是几毛钱啊 我看看他PE EPS P 就看看P 622 这就告诉你说 股价有点高啊 实在有点高 就是这样 当然你有现在 我估计你现在 也不用招很大的急了啊 我现在早一点拨上去 你要看的 我实际上在那个 微信里面 在那个我的论坛里面 给你留言了啊 你要是看到的话 你今天 你解决一下最好了啊 就不要弄得太满仓 不要把所有钱在这里面啊 呃 以前呢 要听我是因为多话 你既然新做的 应该按照我以前给你讲的 你去做就好了 就做很多稳当的股票 特别是我反复讲的那些股票啊 对不对是呢 这个航空股啊 有人多笑 你怎么老听航空股 航空股现在回头大家 我昨天给大家一个表格 看到没 回头讲 它是最稳定的 最稳定的 对不对 随时讲的坏话 我都可以跟别人打赌的啊 别人说打赌 呃 不可以 不是不应该打的 但是就是说 我是很很很确信的啊 就是那些股票都只能做的 呃 而且没有这个风险啊 因为因为刚开始做人的 承受风险压力是很大的 我是很能理解的 特别先进去 哇 今天丢了一千 明天丢了一千 压力是非常大的 我们都是过来的 我是真正的啊 真正的能够开始赚钱呢 也不是啊 是从 我做很多年了 从零七年零八年 我才开始赚钱 为什么 就是那是经济危机的时候 呃 给我是影响很大啊 呃 这样才开始赚钱的啊 呃 我也就感觉了很多条子 以前呢 跟跟现在很多人开始做的 不如是一样的啊 什么组合 什么啊 也就到去找股票啊 东哥碰碰西碰碰 等等等等 没有账法 没有账法啊 那不输才怪啊 那后来呢 就是到了零七年零八年 我就开始整整体的自己 按自己的策略上去做 哎 真的啊 应该是很好的 呃 我就跟大家说过 我因为在零七年 我也也是摘了一个很大一个 跟头的是什么 就是 呃 华盛顿Mutu 对不对 他就听我讲银行股 回头我会从银行股里面 也把它找回来了啊 嗯 我的很多钱也从那个里找回来了 呃 当然现在不是要大家做银行股 大家不要误解了啊 呃 好了 今天就 今天马上讲到这里啊 明天想到什么 明天再跟大家聊啊 好 谢谢大家收看